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今天呢要来分享 10个大家在写email的时候 很容易犯的英文错误 那想要下载今天影片内容的讲义啊 可以到lily.english.core 留下你的email 我就会寄公开笔记资料夹给你哦 里面有所有影片讲义 而且还会持续更新哦 那临续讲义之后呢 我也会在每周一 寄发免费的英文学习电子报道你的信箱哦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第一句话呢是 Let's discuss about it tomorrow 我们明天讨论一下 听起来很合理啊 那这边其实有个文法的错误哦 可能是在写的时候想到talk后面要加about 但是其实discuss是不用加about哦 discuss是集物动词 所以后面只要直接加上讨论的事情就可以了 所以这句话正确应该是 Let's discuss it tomorrow 我们明天讨论一下吧 Let's discuss it tomorrow 下一句是我们常说的 我晚点回复你 I'll reply you back later 听起来也是好像很对 但是一样有个文法的问题哦 做在reply的这个用法 reply其实是不用加back的 你只要说 I'll reply later就可以了 顶多加上to you 变成 I'll reply to you later 意思呢就是 我晚点会回复你 如果你想要用back这个字 来表达回复的话 应该要说 I'll give back to you later 也就是我等等会回复你 那刚刚提到的说法都是比较随性 非正式的讲法 如果你的email比较正式 然后你想说 我晚点回复你的话 可以说 I will follow up with you at a later time I'll follow up with you at a later time 下一句也跟回复有关哦 Please kindly reply by Friday 可以在周五前回复吗 Please又是 kindly 感觉很好啊 哪里有错呢 那其实 Please跟 kindly同时出现的时候啊 有点隐含就是 你不耐烦的口吻了 甚至口气是一个比较 强硬的告知的感觉 有点像是 你室友一直不倒垃圾 然后就说 能不能请你打扫一下啊 这边这个请好像表面上是礼貌的意思 但是听起来就很刺耳啊 这边的请你不是真的 发自内心的请他 还是就是 可不可以请你拜托 快点打扫一下 所以Please跟 kindly在英文里面联用 就会给人这种请的感觉 那要怎么样有礼貌的请别人回复呢 你可以说 Could you please reply by Friday 你可以在周五之前回复吗 或是 Would you be able to reply by Friday 不知道你能不能在周五以前回复哦 有时候发出email的时候 过一阵子你都没有得到回复 你想说 会不会有问题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Is there a problem 那中文听起来可能是有礼貌的 不过英文里面说 Is there a problem 语气呢通常都是很凶的哦 听起来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Is there a problem Is there a problem 你怀疑吗 你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意见吗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写email 确认对方的状况 可以改写成这样哦 Could you provide an update on the current status? Yes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最新的近况啊 另外一个更有礼貌的说法 就是因为你得不到回复 可以反过来说 哦 是不是 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讲清楚 我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 害你没有及时回复 如期处理呢 I was wondering If there is anything that requires clarification 不知道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我进一步澄清啊 那以上呢都是比较正式有礼貌的说法啦 那如果你只是比较随性的想要问一下说 诶 现在是怎样可不可以回应一下 就可以说 Can you give me a quick update when you get a chance? 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更新一下吗 假设说你要告诉同事说 哦 你明天六点要来哦 You should come by at 6 in the morning 我们听起来很对啊 就是六点的时候应该要过来哦 但其实这边的问题在于 You should这个说法哦 以前我们在学文法的时候 可能都会提到说 You should是提供建议的方式 比如说 You should eat more vegetables You should go to bed earlier 但其实啊 这个在英文的语气里面 有点像是你应该怎样 隐含了我比你懂 我应该要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 You should真的会太直接哦 而且啊 即便你是老板 是上司 是老师 也应该要尽量避免 You should 可以改成说 Could you finish this by Friday? 可以麻烦你在周五前完成吗? 当你把一个指令 You should改成问句的时候啊 语气真的就会缓和很多哦 那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呢 就是用we这个字 I'm hoping we can have this wrapped up by Friday 希望我们在周五之前 可以解决这件事 那为什么we是一个技巧呢 因为与其说you should 你应该怎样 我们把主词变成我们 听起来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而不是我去命令你做一件事哦 下来句话呢 也是想要拜托别人的时候 常见的错误 I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give me a call 麻烦你打电话给我 好 这边的用法错误在于 Appreciate这个字 Appreciate一样是极物动词哦 所以后面要直接接受词的 所以要改成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give me a call 这边呢 难的地方在于 我们好像中文里面 这个it没有办法翻译出来 很容易忘记 但是不要这样子记哦 因为这应该是整块的句子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整句话叫一起记起来 它是一个愉快哦 在英文里面是一个提出请求的方式 比如说你想要叫对方传报告来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send me the report 你想要叫别人跟你开会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have a meeting with me 总之啊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就是礼貌的叫别人做事的句型啦 无论是email或是口语上都可以使用哦 不过这是偏向礼貌课套的口吻啦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整句话叫一起记起来的哦 好这句话大家听看看哪里有错呢 Please be noted that the meeting is rescheduled 要注意一下哦 会议的时间有跟动了 Please be noted 听起来很像请注意哦 好像很有礼貌 但是英文里面没有 Please be noted这个用法哦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跟 Please be advised 还有Please be informed 这两个说法弄错了 这两句话呢都有在此告知的意思 而且都是礼貌的用法 不过没有Please be noted哦 那note的确是有注意的意思 但是要怎么样用呢 应该是Please note that Please note that 比如说啊 Please note that the meeting is rescheduled 请注意哦 会议的时间已经跟动了 那统整一下 表达请注意的方式有这三种说法哦 Please be advised that the meeting is rescheduled 下一句话大家可以听看看哪里错哦 I'd like to remind you today's meeting at 10am 我想要提醒你一下 今天早上十点有个会议哦 那这句话一样有个文法错误哦 错在remind的用法 当你要提醒别人用remind这个字的时候 应该是remind加上人 然后of或者是about一件事情 那这事情会是个名词 听起来太抽象了 所以再造个句子好了 I'd like to remind you of 然后后面加事情的名词 today's meeting at 10am 或者呢你可以用about这个接系词 I'd like to remind you about 后面加名词today's meeting at 10am 那如果呢你要用句子的话呢 要用that来接子句哦 remind一个人that 然后事情的字句 那整句话呢就会是 I'd like to remind you that there's a meeting at 10am 下一句话有点争议啦 是thank you in advance 先谢谢你哦 先感激 假设你想要请别人帮忙 could you be my reference 你可以当我的推荐人吗 thank you in advance 先谢谢你哦 那就可以感觉到那个语气很奇怪嘛 就有点像是 勤勒对方就是他又没有答应 但是你已经先谢谢他了 那等到对方会说 you're welcome in advance 我可以理解不受某些人欢迎的道理啦 但我可以理解啦 这是当你想要拜托别人做一件事情 你先感谢他哦 如果你愿意帮我做我会很感激 那可以怎么样说呢 thank you for considering my request 谢谢你考虑我的这个提议 那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 是 in the meantim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consideration 与此同时 谢谢你的时间还有心力哦 也就是 在你答应之前 我还是先感谢你的时间还有努力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讨厌thank you in advance 但是我可以懂 别人会讨厌这句话的点哦 最后一个呢 是一句话的用法 我们可能都学过 to whom it may concern 这句话 这句话呢 用在信件的最开头 有点像是 Dear 某某某 中文可以翻译成 近期者 哇 这个中文听起来很有礼貌 但是在英文里面 也是有些人不喜欢这句话哦 那这个用法是有点意见分歧的 那喜欢的人就觉得 很有正式感啊 很礼貌啊 to whom it may concern 无论谁看到这封信 都感觉自己被尊敬了 但是有人觉得太古板 而且啊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就是啊 不管你谁看到这封信 好像很没诚意嘛 就是你写个email 还没有花心思 去找出对方收件人的名字吗 所以啊 就有很多其他替代的说法 比如说你可以直接讲 Dear 某某某 例如 Dear Dr. Chen 好 假设呢 你今天不是要给一个人 而是一个部门 你可以说 Dear 职位 或者是部门 例如啊 Dear Hiring Manager 或者是 Dear Admissions Department 那假设你真的 不知道对方的名字 然后这就是一个 比较非正式的信件的话呢 你就可以说 Hello 都好 或者是 Greetings 都好 其实这两个用法都不错 那 To who men may concern 是都不能用吗 其实还是可以啦 有两个比较适合的情境 第一个呢 就是帮别人写推荐信 因为这封信可能呢 会一直被复制 然后传给不一样的人 所以写什么样的title 都不太对嘛 那这时候呢 To who men may concern 就比较适合了 那第二个情境呢 是写给个公司的正式的抗议性哦 那有时候你可能想要提出一个抱怨 就比如说啊 你去餐厅啊 然后得到很不好的service啊 To whom men may concern 也是一个常见的用法哦 那这边不要忘了 To whom men may concern 每一个字的字首都要打写哦 那以上呢 就是我统整十个 大家在写英文email的时候 很常犯的错误 不知道有没有讲中你呢 Alright I think that's about it for today's video and I'll see you in my next one Bye Byeee